假如学校禁止考一百分 干嘛呢 都督 你怎么那么高兴呀 最近这几天呀 我妈天天带着我去吃肯德基 肯德基 什么情况 你妈买彩票中奖了 对啊 要不然你妈怎么可能对你那么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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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记得了吗 上一次考试我就考了一个各位数 啊 那多久的是了 还在表扬你 对啊 哎 土豆 昨天考试你感觉你考得怎么样 肯定还是稳稳的各位数呀 啊 难道这次你又是第一名 我的实力不容小说呀 哎呀 我怎么办呀 我感觉这次我又能考六十杯 你这还好 我昨天一看那题太简单了 我没忍着我全给写了 昨天在考试成绩出来了 整个学校只有一个考一百分的 还是三百班的 九九 哎呀 老师 我错了 错了有什么用啊 你不知道学校禁止考一百分啊 你偏偏考一百分 你让我的脸我哪哥呀 老师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你说说你啊 你爸妈辛辛苦苦挣钱让你来学校 不是让你学习的 是让你玩的 你不好玩 将来怎么考个好学校 怎么找个好工作 老师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不要再让我发现你再次要偷偷学习了 坐下吧 嗯 知道了 老师 都怪你偷全外的后词 就是 老师 雅南这次考得不错 比上次进步了 少考了一分 五十九分 五十九分 我上次考了六十 五十九分 我及格了 不错不错 进步不行 雅南 你怎么考的 教教我呗 这个简单呀 我妈给我报了一个王者吃鸡补习班 我每天晚上都要去补习的 啊 怪不得你考的分数那么少 下一次我带你一起去补习 好 今天我要重点夸一夸 咱们班的土豆同学 大家先鼓掌 好 老师 我考了多少分啊 恭喜土豆 获得全校唯一一个满分零分 耶 选拥第一次咱们班呢 哇 哈哈 土豆 你这次可是真给老师长脸了 记住啊 一定要保持 以后上学呀 该吃吃 该睡睡 该玩玩 放心吧老师 我一定会好好保持的 不会给你丢脸蛋 其他两位同学以后啊 一定要向土豆好好学习 尤其是九九 好啦 下课 好的老师 哎 土豆 你成绩那么好有什么秘诀吗 少读书 少开包 多吃零食 多睡觉 哇 好 好 好